回来要看这次螃蟹的季节 要看秋蟹大餐 花蟹还有大闸蟹沙公这些蟹种 最受欢迎的其实是清蒸的口味 因为这可以完整的品尝到这蟹肉的鲜甜 还有一家五星级饭店 他们推出的叫做螃蟹的buffet 这里面有十种的螃蟹料理 目前假日的定位已经满到11月底 蟹肉裹粉炸到金黄 盛盘后加上精华点缀 大闸蟹肉质Q弹 入锅清蒸22分钟 等待变红熟透 清蒸口味保留螃蟹原始鲜甜 沾点独门酱汁一起吃 风味更显层次 我们的大闸蟹都是拿清蒸的方式来处理 有时候这个大闸蟹伸出来的蟹网 蟹肉我们可以调理其他的菜式出来 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蟹网蟹肉朝沙口 都是用大闸蟹的东西 饮饼出来 入秋时节正式品蟹的好时机 饭店业者推出秋蟹赏宴 不只吃法多元蟹种也很丰富 集结了肉质饱满的沙公沙母 以及口感结实的花蟹 弹性十足的大闸蟹 另一家五星饭店也推出螃蟹把肺来抢客 时节入秋 饭店业者也趁势推出螃蟹把肺来应战 喜欢吃清蒸的朋友可以选择三点蟹或是续蟹 还有像是比较温补的药膳蟹或是口味比较重的黄金咖喱蟹 螃蟹切块放入油锅中以180度油炸后沥出 爆香葱段洋葱加上辣椒芹菜一起拌炒 咖喱和高汤是精髓 小火慢炖辛香四溢 大台上十种螃蟹料理 运用炭烤清蒸酥炸等多种不同烹调方式 不论是熟食还是冷盘都能做选择 目前我们平日的定位率大概是九成到九成五左右 那么在假日的话 目前的午餐跟晚餐一直到十一月底十二月初 大概都是客满 我们这边预计业绩也可以带动一到两成左右的增长 十月螃蟹产季不仅蟹种肥美蟹膏蟹黄也特别饱满 还先控壳得一准备好荷包痛快大吃一搏 董森财新闻黄泉运杰台北报道 最近在生活中观察到这肉桂卷居然爆红了 原因交给佩宇 没有错 现在真的是要说全台湾最热门的甜点 大概就非肉桂卷莫属了 而且这肉桂卷三个字 近期在搜寻引擎上的搜寻量 竟然还创下了五年以来的新高 很多人就问了 这肉桂卷到底红什么 为什么会爆红 其实你看到现在就有业者 把这肉桂卷当成精品来卖 这一颗竟然要卖你360块 够你吃五个便当了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感觉有一点点贵 但它同样照样卖的下下叫 一个月竟然就卖了5000盒 而且其实还有很多人是排队买不到的 甚至其实在北车附近还有一间小店 每次经过的时候都想说怎么大排长龙 都排了二三十人 还以为是在排队打疫苗 但是有一次我走进一看之后 才发现原来它一样是在卖肉桂卷的 而且这排队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但是这肉桂卷却是来不及捕获上架 卖给客人的 现在就连这个美式卖场 也有推出新的肉桂卷口味 是这个白色的乳酪糖霜 其实这个内行的老涛就说 这口味五六年前就出过了 但是后来突然消失吃不到了 直到最近肉桂卷又开始爆红了 就有非常多的民众写信到这个客服 要求卖场再重新上架 而现在这个卖场上终于也又买得到了 好多民众都说准备趁这个周末假日 去买来尝鲜又或者是回忆吃吃看 这个五六年前的好口味 但大家就很好奇 这肉桂卷为什么可以红成这样 其实不只在台湾红而已 它在国外火红的程度更是超乎你想象 像是在这个瑞典 竟然还特别办了一个肉桂卷日 在这一天这个大小朋友家家户户 都要吃一点跟肉桂卷相关的产品 不管是甜的也好咸的也好 所以你看很夸张 它一天竟然就可以创造 3600万欧元的商机 这算一算相当于是11亿台币而已 光是一天就创造这么大的商机 而且他们也统计过 说其实瑞典在这一天会 至少会做900万个肉桂卷 但你知道吗 瑞典也不过才1000万的人口而已 如果扣掉一些还不能吃东西的小baby 这样算一算 大概一个人就是吃一颗肉桂卷了 现在就连平常大家可能很喜欢看的 这个大胃王比赛 竟然也有业者把这个以前都是比拉面 比汉堡现在开始要比巨无霸的肉桂卷了 就有人把肉桂卷做这个1.5公斤 重42公分长要来抢商机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肉桂卷 从国外红到台湾来了 市场是越做越大 但竞争同样也是越来越激烈 不只要卖的好吃 甚至还要比创意才能吸引消费者 面皮外酥内软搭上独特纹路 使用日本三文糖增加甜度 上层加点新鲜核桃 吃起来更添层次 另一款在外形上做了点小心思 外形酷似麻花卷肉桂中加入黑糖 两者香气融合在一起 清爽又有嚼劲 做法更是有趣 将面团分割成为长方形 再拿刀分成三个部分 最后由甜点师交叉捆绑 画面就像是小女孩在绑辫子 黑糖麻花肉桂卷 她的主要就是诉求是针对那些更喜欢肉桂香气的人 因为她的肉桂香气非常直接 面体呢比较酥脆 比较干爽 但光靠外形不够看 想抓住消费者的胃 口味也要够独特 现在肉桂卷的口味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除了基本口味外 还有像我手上这款淋上浓浓的焦糖酱 又或者你喜欢其他的话呢 还有新鲜乳酪 如果你两个都喜欢 还可以把它并在一起享用 白色的奶油乳酪涂满整个上层 邪恶的焦糖酱淋在上方 最后家店酥脆核桃 松软又有甜味 这可是店内的人气商品之一 到后来的话发现肉桂这个市场就是 应该说它是一个很极端的甜点 那就是爱的人很爱不爱的人 很排斥 那之后的话我们才会开始研发出 更多更多口味的肉桂卷 美食卖场也加入战局 继原味肉桂卷卷卖完后 现在再进化 上面铺着满满一层白色乳酪酱 底部是经典原味肉桂卷 一眼看去甜度更加升级 因为我平常是非常喜欢肉桂这样 然后所以我很喜欢肉桂卷 有非常浓厚的肉桂味这样 然后所以这个是我在找肉桂卷的时候 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肉桂卷在台湾爆发广大回响 甜点市场竞争激烈 口味要好 创意要多 才能创造声量 带动买气 东森蓝新闻 杨昭复一文台北报道 日本有一名刚考上驾照的男子 他兜风的时候竟然遇上了飞来的乌龟 还撞上了车子 把他给吓坏了 路上开车真的要小心 因为连乌龟都可能飞了过来 日本一名驾驶上个月 行经合格山县的高速公路时 没想到却天外飞来一只乌龟 击中他的车子 驾驶猜测 乌龟应该是被前方的卡车撞上后 才飞了过来 受到乌龟撞击的影响 轿车的后照镜和挡泥板破损 虽然驾驶很庆幸保住一命 但新手上路的他 也对开车留下了心理阴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